資源人盼望很久 基隆港軍用碼頭其危害人區的細線工程 今天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基隆是臺灣頭 基隆港決定臺灣歷史首項的大航頭 我們有責任找回基隆港的光榮 重新驅動臺灣頭的發展 所以我當時總統將近三年來一直盯著這件事 要求相關部會務必要充分合作 當市政府的後隊一起完成 經濟港新鮮 堂頭等型的計畫 從去年10月我來參加掀起工程的重體選舉之後 今天再過來 已經要見證主體銀色的開封 整個清移計畫準備進入實質推展的階段 我很有信心 隨著工程的進行 國防需求跟城市發展 將可以取得一個雙贏的結果 一方面 軍事基地將會進入到更安全的 更重要的戰略位置 更有效的確保給臺灣的安全 未來西岸的銀色也將擁有最先進的訓練 設備跟背勤的空間 有助於提升國軍整體的散備能量 另外一方面 軍港遷移後釋出的東岸碼頭的空間 則會結合大紀錄歷史場景計畫 串人完整的水岸油氣狼帶 再搭配西岸的清水捷運 智慧離運大樓 國門廣場的建設 基隆市港的核心區域 將會更美麗 更便宜 重新取得國家能務的光明和利用 我要請國防部 交通部 臺灣港務公司 和基隆市政府的各位同仁 持續發揮我們團隊的效力 讓各項重要的工程 都能夠按照學伙伴 引起完成 重現基隆作為臺灣頭的環保共華 我願意祝我們工程圓滿順利 我們繼續打聽 一起要完成基隆市再生的目標 謝謝大家